我是在泰国最早写关于这个博客 后来我一天有人看几百万 我也想不到泰国这么小的国界 有人看几百万点几量 挺多了在泰国 然后后来通过真魂传 后来就有很多博主 开始写关于中国后宫历史 宫廷历史 所以现在就变成一个大的存体 从真魂传就变成 如意转还有 延西公类等等 很多的 最后就变成差不多公斗一样 比如说我就是很爱真魂 所以我就代表真魂粉丝团